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法呢 其实是很多的 在前两期节目中 我们邀请慈成罗珠看部 为大家介绍了具体的修行方法 首先是修这个出离行 修这个菩提行 最后就是真目 看部详细介绍了五力修法 三想三不想 阿弥陀佛修法 首先是这个善中力 第二个就是这个原理 第三就是叫做破除 第四的话就叫做这个阴法 阴法力 第五的话叫做传喜力 这个灵种的时候呢 首先必须要向到这个菩提行 要向到这个佛菩萨 第三的话 如果是一个学密法的人 那就要知道这个我身体 本来跟这个佛菩萨是一体的 然后三不想呢 不要去向这个家人和这个财产 不要去向自己的这些罪过 第三个不想呢 就是不要去向这个死亡的 这些空虚心 藏传汉传都是一样的 主要还是信心 对阿弥陀佛的信心 对自己的信心 本期节目有请看部继续为我们答疑解惑 看部您好 您好 我的问题是网声四音 如果一个人他不具备这四个音 同时他甚至是没有学过佛 那他在临终的时候 仅凭高僧大德的超度 他能去希望极乐世界吗 比如说 他自己是从来都没有学过佛 然后就是也没有念佛 那就是全考这个 其他人的这个超度的力量 去往生的话呢 比较难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的 前提的条件呢 他自己有这样子的姻缘 就是能够被其他人超度 然后呢 他能够遇上 比如说一笛以上的境界 非常非常高的 这样子的这个菩萨 那在这种情况下 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 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了 无阴无缘 被其他人超度 这种情况在佛教里面 是讲因果的 一般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有这样子情况的话 那也就是说明 他在这个之前 他自己也就 就做了很多这个闪失 机缘成熟了 最后的一段路是在别人的帮助下 就走完的 就是这样 这个也是有可能 但是主要是要靠自己 谢谢 谢谢看部 好 那我们下面有请下一位观众朋友 下一位观众朋友 最近的看部您好 您好 想请教您 授记中说 只要跟法王如意宝结缘的人 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怎么才算是跟法王结上缘呢 这个比如说法王如意宝 宰的时候 在法王如意宝那里 就是发缘念这个一百万佛号 阿弥陀佛 一百万生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 然后呢 就修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四个印 这样子的话 就是双结缘 双结缘 就能够往生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跟随您学佛 按您所教的修四家行 那这个算是跟法王结缘吗 算 修四家行 五家行 然后呢 就连阿弥陀佛这些都算 都算 比如说 我们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 直接观想法王如意宝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算是结缘了 加持也能够得得到 感感看不 那其实很多的修法是 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用到的修法 当然了 也还有一些有这个秘宗修行境界的人 或者是有这个秘法传承的人 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在临终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解脱的机会 可以掌握得了 比如说他本身就有一些秘法里面的一些 这个比如说像婆娃法的修法呀 或者是一些中阴的这个修法 他本身是比较比较熟悉 那这样子的话 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 还需要帮助他这个提醒 提醒他 还有就是在他听到的这个时候啊 还没有完全走的时候呢 把这个中这个西藏都王井 里面的一些这个 这个指导 要给他粘 要给他粘 提点一下 这个还是还是很有用的 提醒一下 提点一下 这样子也是有用的 这个对他来说 还是很有很有帮助的 然后就比如说婆娃的这个修法 他本身就是比较 比较这个熟悉这个婆娃的修法 那这样子的人 帮他念这个婆娃 婆娃的这个 这个仪规 也就起到一个提醒的这个作用 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 比如说灵种的时候啊 他 他本身就是有这个 藏传佛教密法里面的 这些中英的这个 诀强 他有训练过的话 那最好这个灵种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中英文解脱 或者是西藏赌王经里面的一些 这些比如说 你中英的时候会怎么怎么样 他有一系列的这个指导 那就是要给他捏 给他念 那他一定会听得到的 他听得到 听得到他也会一定会记住的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 帮助特别的大 那我们比如说 从来都没有这个听过西藏赌王经 然后呢 也从来都没有修过的这样子的人 那我们去念的话 对他可能恐怕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帮助 因为他这个之前没有训练 没有训练过 在这个时候念的话 那也许帮助不大 但是帮助可能是有 但是帮助不大 因为自己之前有修的人 对他们的帮助是比较大 对他们就是起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提心的 这个孤立的这样子的作用 这样子 您提到这个破法 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破法的名字 但是对于到底什么是破法 然后破法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它就能帮助我们 走向这个解脱路 可能还是不是很清楚 我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破法法的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衣食 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这个身体 那么离开的方法呢 它可能有几个方法 比如说一个是生病 死亡 这个身体 就不适合做这个衣食的这个栽体 垮了以后呢 它自然也就会离开的 那另外一些这个方法呢 比如说它自己主动要离开 它通过一个方法 它自己主动的这个离开 比如说一棵树上有一只鸟 树倒下去了 那这个鸟它自然也会飞 它也离开这棵树 另外一个树还是好好的 但是呢鸟它想走的时候 它也会主动会走 它会飞走 我想是就是这两个 两个两个道理 比如说人生病了 就是这个这个身体已经不能不适合做这个栽体的时候呢 灵魂也走了 这个不是婆娃 另外这个第二个就是婆娃 婆娃是我们的衣食 它自己想走 它自己想离开这个身体 然后呢 它通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去离开 从这个身体当中走出去 那这叫婆娃 婆娃这两个字是赃语 赃语里面婆娃就是前语 从我们这个地方 对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世界 然后就是搬遣 或者移到移民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移民 对 这样子的意思 那这个是 比如说它这个婆娃的这个修法 修得比较比较熟悉 这个功夫如果到尾的话 那完全是可以 意义是它通过自己的这个力量 去这个离开这个身体会出去的 这叫做婆娃 原理就是这样子 原理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直签要 首先关顶 然后去学习 怎么样去绣这个婆娃 然后这个学习完了以后 再去绣 训练 这个有一系列的 这个修行的方法 这个我们要去 具体的要去学习 这个婆娃的具体的修法 对 我觉得很多人选择 就是用密宗的方法 比如说婆娃法 来帮助自己这个 经历这个临终时候的 这个关键时刻 那它肯定应该有一些 殊胜之处吧 它的殊胜之处呢 比如说一个人 这个临终的时候 实在是这个发现不行的话 它平时是不允许的 平时不管是婆娃也好 什么方法也好 这个平时是不会不可以拥的 不可以拥 如果是拥的话 那就等于就是自杀 还是有追过的 这佛经里面讲的也很清楚 然后发现比如说 治疗还有其他的方法都无效 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 反正要走 那要走的话 通过这种方式走 那这个时候呢 是允许拥的 那它的殊胜之处是 比如通过婆娃走的话 那一定会能够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啊 或者是婆娃有 有几种不同的这个婆娃 这个比较常用的 我们现在平时用的这个婆娃呢 就是把衣食 潜移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那它的殊胜之处就是这个 可以直接就往生 您刚刚也说这个婆娃要灌顶 有没有哪个婆娃是可以不用灌顶 学显学密的都可以用呢 婆娃它本身就是密法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就可能是没有不需要灌顶的婆娃 可能是需要 但没问题啊 灌顶到处都有 好的 您刚才也提到了 有一个叫中英文解脱 中英文解脱 对 它也是一种就是密宗特有的一种 中英文解脱和六中英 还有就是这个西藏渡王经 其实都是一本书 一本书 一本书 对 不同的名字 明白了 对 西藏渡王经是 可能是西方这个翻译过来以后 就叫做西藏渡王经 平时我们这个版本的这个题目 这本书的题目就是西藏渡王经 实际上它不叫西藏渡王经 实际上就叫做这个中英文解脱 中英文解脱 是一本书 对 就是一本书 那是听您这么说 也应该是必须有这个 有灌顶有资格的才能去修行 是是是 明白了 那非常感谢您刚才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方法 然后我们也看看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的观众朋友 有问题的 这位观众朋友 看不您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修法 比如说武力的这种修法 还有就是三想三不想 以及这个念阿弥陀佛 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中英修法 那我们如何才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修法呢 谢谢刚才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修法呢 对阿弥陀佛是有很大的这个很强的信仰 信仰这种人的话就是通过这个这个净土的方法去往生的话 比较比较比较适合 比如说三想三不想的话 那这个是任何人 内容上可能稍微有些时候有一点点不一样 大家都可以用的 大家都可以用的三想三不想 然后物力的话也是一样 物力是我们不管是念佛的或者是修波瓦的 然后呢修这个密法里面的这个中英的这个解脱法门的 也就是西藏独王金的 大家都可以用这个物力 这个三想三不想和物力是应该说是同用的 大家都可以用的 谢谢看部 好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位观众朋友什么问题 看部您好 你好 我想请教您个问题 就是如果当我们遇到突然发生的 比如说像这个车祸呀 地震呢 海啸等 以及类似的这个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做 另外呢 还有就是平时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训练呢 对 这个非常重要了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方法 都是这个除了这个突发事件以外的时候用得上 那么就是比如说像车祸海啸 地震这些时候呢 我们刚才讲的这基本上都用不上 是一个突发性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方法 那是平时比如说大雷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那收到这个这个任何一个这个恐惧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养成一种有一种习惯 有一种习惯就是我们的意识就是 就是专注投丁 投丁这个地方 这个投丁的这个发旋 头发发旋的这个地方叫做这个翻旋 翻旋 对翻旋 那么就是往这个方面专注 专注比如说大雷了 就是也就专注在投丁 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任何一个 恐惧 对恐惧的时候 干到恐惧的时候就是习惯性的 就是意识往上这个专注 专注到投丁 那这样子的话 有一天真的出了问题的话 就是习惯性的他一定会做这个 他不会忘掉的 因为这个习惯了以后就这样 那这个时候专注了以后 他的这个医师呢 从这个投丁回出去的 这个基本上可以达到这个破瓦法的这个效果 它也是一个突发性的时候 就是一个迎接的一个措施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 这个又不需要什么念什么 然后也不需要像什么 只要就是专注在投丁就可以了 这个也应该平时我们做一下这个训练 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在这个时候 唯一一个用得上的就是这个 谢谢刊部 刚才那个我用余光啊 看见大家都 指了指您说的那个发弦的地方 有的揪了揪头发 看来大家已经准备好 要开始练习了 其实真的是 今天刊部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这些方法多 关键是大家平时要训练 大家得把这个放在功夫 得下在平时 要串习这些修法 对对对对 嗯 串习非常重要 对 是 所以呢 这个这么多修法 总有一款适合您 每个人呢 都希望面对死亡的时候呢 能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淡淡定定的去面对 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大家 人生难得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 佛法难闻 我们也已经闻到了 那么今生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们能够做到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淡淡定定的去面对死亡 希望每个人真的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 再次感谢曾荣罗州看部 感谢大家 阿弥陀佛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